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当地的那种实际温度来修减和养护 一般地栽的那种三角梅根线会比较的发达 然后冬季养护我们就不需要特别的管理 但是这种盆栽养护还是要比较注意的 我推荐温度在10度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可以修减掉 这时候可以给它来点肥料 复合维护和缓释维都可以 然后这样子三角梅根线还是可以完全很好的吸收的 这样就能更好的积蓄能量去安全的过冬了 未来年春天更好的暴房做准备 然后等气温低于10度 我们就可以停止吃飞了 进入冬季以后温度下降很快 三角梅基本上就会停止生长 所以蒸发也会比较少 然后加上花蟹后叶片也不多 我们可以必须要减少胶水的次数 然后干透胶头就可以了 一般建议在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及时移回室内来 放在那种室内温暖向阳座 或者是暖盆内去养护了 防止发生动害 只要能安全的度过冬天 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 在外面晒下太阳 它就能很快的正常生长了 今天关于三角梅11月份的养护介绍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个月更新 拜拜 拜拜 拜拜